大家好,我是欣岳 今天我们用大米来做一个夏天必吃的米粮糕 只要记住这个比例和做法 做出来的口感真的是又嫩又滑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长按点赞三秒钟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夏天到了,又到了吃粮糕的季节了 我们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 大米粮糕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面人口的数量 准备适量的大米 我们家里面人口比较多一点 我准备了300克左右 大米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必吃到的食材 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平时总是用来蒸米饭 或者是煮米粥来吃的话就吃腻了 大米中还有大量的蛋白质 赖氨酸和酥氨酸 赖氨酸和酥氨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接近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我们经常性的食用大米 可以补充我们人体的各种能量 而且大米还可以健脾养胃 帮助我们消化 我们在大米里面加上一大碗的温水 大米它的表皮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在清洗大米的时候 不要用手指尽的去搂搓它 这样会破坏大米表皮 如果它的外皮一旦破裂的话 它的营养成分就会被流失掉 所以我们在清洗大米的时候 需要借助一个像这样的小漏勺 轻轻地去给它搅拌着 防止把它的外皮划破 大米其实是一种比较干净的食材 我们只需要轻轻地给它淘洗一到两遍 就可以把它表皮的杂质和灰尘清洗掉了 清洗大米的水我们直接给它倒在一个大碗中 这个桃米水呢不要丢掉了 桃米水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档 我们可以用来浇花了 或者是浇菜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好 我们把大米放在一个破壁机里面 或者是角落机都可以 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300克的清水 这个清水呢和大米的比例是1比1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按点动的功能去给它打成大米糊 我们尽量呢多给它搅打一划 这样可以使大米的出香率更高一些 口感呢也会更加的细腻 全程给它搅打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把打好的大米糊倒在一个大盆子里面 记得用一个漏网来过滤一下 这样过滤出来的米糊呢会更加的细腻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米糊给它过滤干净了 剩下的呢就是大米的残渣了 这些大米的残渣一定要给它过滤出来的 在里面的话就太有下口感了 吃上去口感粗粗的还会拉嗓子 现在过滤出来的呢就是浓浓的大米糊了 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细腻光滑柔顺的状态 这个大米糊呢里面什么都不用去添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另准备一个小碗 在里面加上20克的清水 然后加上5克的食用碱面 用一把勺子先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和水充分的卤刻在一块 然后加入880克的清水 像这样我们这个碱水呢就做好了 我们把搅拌好的碱水倒入锅中 直接开大火就可以了 当刹到锅边开始微微的冒击小气泡的时候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大米糊给它搅拌一下 把大米糊慢慢的倒入锅中 倒入锅中以后就开始关小火 然后我们用一把铲子 给它慢慢的搅拌着 防止大米糊底 我们全程开小火来熬煮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开大火 开大火的话容易造成底部糊掉 表皮呢还没有熟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耐心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锅中开始有结块了 我们搅拌的力道呢 一定要均匀一些 这样才可以使它受了更加均匀 两分钟以后你就会看到 锅中的结块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不停的搅拌 大概五分钟左右 锅中的结块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了 我们继续来熬煮 现在是八分钟时的状态 锅中的结块呢开始慢慢成型了 而且锅中还冒起了大气泡 像这样呢就说明快好了 我们继续来搅拌 这是十分钟时的状态 锅中的米糊开始慢慢的有了颜色 由白色变成了米黄色 继续来熬煮 搅拌15分钟左右的时候 锅中呢就没有白色的液体了 等它们颜色变到一致的时候 都变成这种米黄色 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关火 用铲子挑起来 呈现的是这种倒三角的状态 不会轻易的脱落 像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出锅给它盛在一个模具里面 我们一定要给它整理平整了 这样做出来的形状呢 才会更加的好看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面 去冷藏一个小时左右就行了 锅里面剩下的这些米糊 我们再倒上200克的清水 继续开火来熬煮 用铲子不停的去搅拌 在熬煮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 锅中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转成文明火 继续来熬煮 尽量给它搅拌的细腻一些 最后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关火 出锅倒在一个干净的小碗中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俩也给它放在冰箱里面 去冷却一个小时左右 下面呢我们准备一个电炒锅 先把盖子给它拿掉 在锅中加上100克的红糖 200克的清水 我们选择爆炒模式 选择中火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铲子不停的给它搅拌着 防止红糖糊在锅底 这个锅的加热速度呢还是蛮快的 一分钟的时间还不到 锅中的糖水呢就已经煮开了 然后我们用铲子不停的给它搅拌着 使它受热更加均匀 一开始冒着呢是这种大气泡 然后继续来给它熬煮 现在呢已经熬煮了5分钟左右了 锅中已经没有冒起大气泡了 冒起的都是像这种密集的小气泡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铲子调起来里面的糖液 呈现的是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 像这样就说明熬好了 说明锅中呢已经没有多少水分了 然后我们给它出锅 出锅 我们把糖液倒入碗中 先让它自然的降温 像这样我们这个红糖椒就熬好了 这个糖浆放凉以后 它会更加的浓稠 我们包上一点的大蒜 放到一个搅酸器里面给它搅碎 也不用搅得太碎了 像这样保留一点颗粒感 吃上去口感会更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在里面加上一把黑黑的白芝麻点缀 有香又好吃 然后用滚烫的乐油来给它激发一下 激发出香味 这么一激发呢 那个香味瞬间就出来了 浓浓的蒜末香味非常的香 然后我们再调上一个料汁 在里面加上两勺生抽 三勺的米醋 口感吃上去会更加的爽脆 不喜欢吃酸的可以多放上一点醋 放上半勺的老抽增加一下颜色 两克食用盐 两克白糖 一勺的芝麻香油 少拌碗的凉白开水 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拌好了 这个呢就是米粮糕了 现在已经完全的凝固成形了 我们在外面晾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的天气呢是比较炎热的 如果怕它坏掉的话 我们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 现在看着呢就非常的不错 摸上去呢是非常Q弹的 非常的光滑细腻 我们在大盆中加上两大碗清水 然后把凉糕放在凉水中 给它浸泡一下转动一下 也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 在水中边缘的地方给它分离一下 这样呢它很轻松的就可以脱模了 脱模以后呢 我们用手给它取出来 放在一个盘中 在上面浇上一勺的红糖浆 表皮上撒上一点黑黑的白芝麻 作为点缀 这个大米凉糕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做好了 闻上去呢有着浓浓的大米香气 看着呢就非常的光滑细腻 特别的有食欲 我们在里面搭配了红糖浆 吃上去非常的香甜 特别的好吃 咬上一口真的是细腻又绵软 还特别的有嚼劲 夏天到了 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 吃的时候冰凉爽口更加过瘾 我们的大米豆腐呢也已经凝固好了 它比凉糕摸上去会更加的硬实 更加的紧实一些 吃上去口感呢也会更加Q弹一些 这个米豆腐的吃法呢是有很多种的 我们可以给它切开凉拌着吃 也可以放在锅中给它煎着吃 总之它的做法呢是非常多样化的 像这样摸上去硬邦邦的 而且拍打踏踏的还有着咚咚的感觉 像这样呢就是已经凝固好了 我们用手给它扒一下边缘 就可以很轻松的脱模了 倒扣下来拍几下 像这样非常简单就可以脱模 非常的Q弹紧实的米豆腐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Q弹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小块更方便使用 我们这个刀上呢可以沾上一点的清水 这样在切这个米豆腐的时候 它就不会粘刀了 切好以后我们把米豆腐给它放在一个大盘中 放入大盘中以后 我们把搅拌好的料汁给它浇上来就可以了 这个米豆腐的口感呢 它和那个凉粉呢是不一样的 它会更加的Q弹又紧实 而且它是咸口的 吃上去会更加的开胃 我们在吃这个米豆腐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再来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豆腐 它是非常紧实Q弹的 尤其是在这个汤汁里面这么一浸泡 吃上去特别的露味非常的好吃 我们可以做成甜口的也可以做成咸口的 大家想吃什么口味的就可以做成什么口味的 您是喜欢吃米豆腐还是喜欢吃凉粉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 如果您也喜欢的就赶快来试试吧 创作不易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点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常美食视频 我是音乐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